接下来到田辽区的陆浦社区来看他们的空投游的这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其实就是为了要保存传统农村的记忆 才推出这个空投游的活动 那这次呢 一共有60摇开放报名之后 随即就报名而满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 不只是让各地的观众都可以来了解到这个空投游的文化 同时呢 也希望可以让更年轻的一辈能够回到田辽地区 来带动地方发展 为保存传统农村记忆及文化 田辽陆浦社区就举办了农村空投游的体验活动 吸引许多在地的民众以及外地的游客前来参加 透过实地的体验传统空投游的过程 不仅增进亲子互动 更让民众了解农村生活的丰富性 还有传统记忆的价值 那本次的活动呢 一共规划了60摇 但是呢 在开放报名不久之后就额满了 陆浦社区理事长石胜南表示 未来还会持续地举办体验的活动 让更多人可以走进农村 了解当地的文化 也希望呢 借此可以吸引年轻的一代返向发展 为农村注入新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